第十五章 馬逗福音 《馬逗福音》第二十五章 那時 天國好給十個童女 拿著自己的燈 出去迎接新郎 他們中五個是糊塗的 五個是明智的 糊塗的拿鳥燈 卻沒有隨身帶遊 而明智的拿鳥燈 並且在虎女帶鳥遊 因為新郎慈然 他們都打頓睡著鳥 半夜有人喊說 新郎來鳥 你們出來迎接吧 哪些童女誰都起來 裝備他們的燈 糊塗的對明智的說 把你們的遊 分歇給我們吧 因為我們的燈快要滅了 明智的搭說 怕為我們和你們都不救 更好你們到賣油的那女去 為自己買吧 他們去買的時候 新郎到鳥 哪準備好鳥的 就跟他進去 共赴婚宴 門誰關上了 末後 其餘的同女也來了 說 主呀 主呀 給我們開門吧 她卻答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 我不認識你們 所以 你們該醒悟 因為你們不知道哪日子 也不知道哪時辰 天國又如一個要遠行的人 將自己的仆人叫來 把財產託付給他們 按照他們的才能 一個給鳥五個塔冷通 一個給鳥兩個 一個給鳥一個 然後動身走鳥 哪領鳥五個塔冷通的 立刻去用來營業 另外賺了五個 同樣 哪領鳥兩個的 也賺了另外兩個 但是 哪領鳥一個的 卻去掘開地 把主人的銀紙藏了 慣要多時 福人的 主人回來了 便與他們算帳 哪領鳥五個塔冷通的 上前來 呈上另外五個塔冷通 說 主呀 你曾交給我五個塔冷通 看 我賺了另外五個塔冷通 東 中 通俚主人 對他 說 主人對他 則 好 善良 中順 的 僕人 你记载小许时尚中信 我必会派你管理许多大事 进入你主人的福乐坝 那领了两个塔冷通的也前来说 主呀 你曾交给我两个塔冷通 看我赞了另外两个塔冷通 主人对他说 好 善良中信的仆人 你记载小许时尚中信 我必会派你管理许多大事 进入你主人的福乐坝 随后 那领了一个塔冷通的也前来说 主呀 我原知道你是个黑帕的人 在你没有下种的地方收割 在你没有散布的地方聚恋 因为我害怕 所以我去把你的塔冷通 藏在地下 看你的仪环给你 主人回答说 可互懒惰的仆人 你记知道 我在没有下种的地方收割 在没有散布的地方聚恋 那么你就该把我的仁子 交给前庄女的人 代我回来时 把我连本带来取回 所以你们把这个塔冷通 从他手中夺过来 给哪有了十个塔冷通的 因为凡事有的 还要吸他 叫他富裕 哪没有的 连他所有的 也要由他手中夺去 至于这无用的福人 你们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中 在哪里必有哀号和切齿 当人只在自己的光荣中 与众天使一同降来时 那时 他要坐在光荣的宝座上 一切的民族都要聚在他面前 他要把他们彼此分开 如同牧人分开绵羊和山羊一样 把绵羊放在自己的右边 山羊在左边 那时 君王要对哪些在他右边的说 我父所祝福的 你们来吧 承受至创世以来 给你们预备了的国度吧 因为我饿了 你们吸了我吃的 我喝了 你们吸了我喝的 我作客 你们收留了我 我赤身露体 你们吸了我穿的 我患病 你们看顾了我 我在监侣 你们来探望了我 那时 二人回答他说 主啊 我们什么时候见了你饥饿而供养了你 或口渴而吸了你喝的 我们什么时候见了你作客而收留了你 或赤身露体而吸了你穿的 我们什么时候见你患病 或在监女儿来探望过你 君黄便回答他们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你们对我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个所做的 就是对我做的 然后他又对那些在左边的说 可就骂的 离开我 到哪级魔鬼和他的使者预备的永火里去罢 因为我饿了你们没有吸我吃的 我喝了你们没有吸我喝的 我作客你们没有收留我 我赤身露体你们没有吸我穿的 我患病或在监女儿你们没有来探望我 那时他们也要回答说 主啊 我什么时候见了你饥饿 或口渴或作客或赤身露体 或有病或坐监 而我们没有吸你效劳 那时君黄回答他们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你们没有吸这些最小兄弟一个做的 便是没有吸我做 这些人要进入永佛 而那些二人却要进入永生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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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